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上个礼拜中国解放军的军机 说要进行军事演练 他们飞出来之后先飞巴士海峡 再飞宫古海峡 飞完就再飞回去 这样的飞的航线专家说了 中国真的很故意 这么飞代表 其实他们可以环绕台湾一周 分明要吃台湾的豆腐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古巴强人卡斯楚他过世了 卡斯楚其实曾经很多次的 公开向美国的总统 也是因为他一直以来 都跟美国不对盘 他的一生当中 有曾经几乎要被暗杀600多次 完全没有成功 他也要给孙力活到90岁 如何卡斯楚打连美国 还有卡斯楚如何让古巴 让整个南美洲或者拉丁美洲 共产主义盛行呢 今天带你来一起来揭秘 多位来宾 欢迎自家媒体的胡孝晨 大家好 欢迎归情专家张国晨 大家好 玉书时机的车舰一 文雅好大家好 军情航空网总编室校尾 文雅好各位观众晚安 真的很孤野飞机飞出来先飞 巴士再飞 公国再飞回去 还说根本没事 当时还传出日本的军机 下到赶紧的紧急起飞 这么做根本要对我们台湾 还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挑衅的意思 其实借我所知 其实甚至于如果你长期观察 那个日本的防卫省 就是统合幕僚监部的网站 你就会发现 中国大陆的军机这样飞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也就是说他们 他们在这次的 那个他们的这个战术的 这个演练上面 他的这个飞机 大概差不多从 可能从广东省境内的 这个空军基地起飞以后 然后沿着台湾跟那个菲律宾之间 就是台湾这边有个 那个我们的中华民国的防冲识别区 然后在底下是菲律宾的防空识别区 蓝色六块是我们的 蓝色六块基本上是我们的 然后他就沿着 就是台湾跟菲律宾的防空识别区的 这个中线然后飞过去 然后飞过去以后 他也就沿着这边北上 然后前往这个区域演训 然后在这个区域演训以后 他由宫古岛跟石原岛之间的 这个水道对不对 然后再飞回中国大陆 然后在此同时 这边起飞两架苏30战机 然后在这个地方跟机队 然后进行会合以后 然后一同飞回去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讲说中国大陆 他们这样的一个非法 严格来说 他在这边的这个作为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如果今天 美国介入了西太平洋地区的 这个情势以后 他其实不管是台日有事 或是那个台湾跟日本中 不管是谁搞有事的话 如果美国要来这个地方持援 他的这个作战区域 一定就是在石原岛跟公物岛 他们说是属于一带岛链 对不对 这第一岛链到这边 那也就是说 既然这个地方 中国大陆方面也知道 这是未来中国大陆 跟美国最有可能发生 这个短兵相接战场 所以他们的飞机 现在来这个区域干嘛 要做我们讲的战场经营 什么叫战场经营 就是你必须要先了解 你的这个作战战场的环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次派出了机队组合 包括像轰6K 他们最新的 这一次在驻海航展 有展示出来的轰6K轰炸机 他这个轰炸机 基本上已经把飞机 机腹内的这个弹舱 都改成油箱 然后这个地方 可以挂六枚的这个 长箭石的这个空射巡弋飞弹 另外那个运8的这个电战机 还有TUV-54 它这个电针机 以及苏凯30战机 也就是说 它这个机种组合训练 其实已经算是相当完整 你说这些全部都飞了一遍 就是跟着 它组成一个编队 这六架飞机 两架轰6 然后运8跟TUV-54 组成一个编队 然后从我们刚刚讲到 从我们的南边过去 然后那个先朝东北 然后在石原岛 宫古岛这一带 进行演训之后 再汇同了两架过来 汇合的苏凯30战机 然后一共8架飞机 飞回这个大陆东南沿海 可能是浙江一带的 这个空军基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就是他们现在等于说 由于他们的这个 武器载台的这个航程 比过去要长 所以就是说 对于我们台湾来说 其实我们在过去 整个这个作战想定上 我们一直认为 今天如果说两岸 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这边整个台湾的 这个西部的这些机场 或者说西部的这个 那个军事要地 一定会直接暴露在 那个大陆的直接攻击事项 但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的东部 也不会再是一个 很安稳的这个后院 或是很安全 以为以前都只有西边 西边比较危险而已 现在东边其实也有麻烦 对 现在东边 其实也有 也就变成说 我们的军事建设 也必须要对于东边 东部的这个军事建设 特别是防空等等 也必须要相等 那这么做我们没有防范吗 其实严格来说 因为我们必须要讲 它其实整个飞行过程 都在攻海上 因为我们讲说 所谓的领土跟领空 领土的话 以我们看到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在这个地方 澎湖 然后还有蓝宇 我们会依照这些岛屿 那个12海里外 画一条我们称为 叫领海基线 领海基线的上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领空 那当然通常 由于为了要这个 就是除了我们会发现 因为领海通常 只有12海里太近 所以通常12到24海 我们称为一个近领水域 所以你说 大概台湾周边的 这个整个防御态势 就是说这个地方 可以算是我们中华民国 空防的绝对领域 是绝对不能让人家进来的 那当然以这个当面的 正面来讲 我们这个地方 有海峡中线 也就是大陆的军机 一旦靠近海峡中线 我们这边的军机 就会有动作 像例如说 如果说他们飞机 在过去两国论期间 还有像那个 96台海飞弹维系期间 95年的这个 东海飞弹演习的时候 大陆飞机经常靠近 这个海峡中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相对应的这个基地 如果他从北边来 那时候豪远还有空军基地 新竹就要起飞战机 去在海峡这个中线 等于说跟他隔着 大概十几海里相互 他往东南飞 他往西南飞 我们就跟着往西南飞 他往东北飞 我们就跟着往东北飞 然后进行这样的监控 其实他这样飞 难道我们的军机不起飞吗 好 因为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 今天我们刚刚讲到 防空识别区本身 它并不是一个 在国际法上具有这个 意义的一个领地 算是我们自己画的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为什么要画这防空识别区 就是飞机线飞得很快嘛 对 我们刚刚讲 你不管是12海里或24海里 飞机如果朝着你直直冲 12海里24海里 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需要一个 比较尬的防空识别区 所以在这个防空识别区 以目前我们国军来讲 特别是空军 它其实有相当多的战管雷达 它可以涵盖到 我们所有的防空识别区的 这个各个角落 所以你意思说 它没有到识别区来 所以我们的FCO就没起飞 它几乎是可以说 是打叉边球 从我们这个识别区 对 摸在旁边嘛 对 而且这个地方 我们讲到 就是你其实 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有画在国际水域上 所以其实我们是 一直用的这个雷达进行监控 当然其实 以目前这个两岸 对峙的这个态势 双方都不会让飞机 彼此靠近 就不会像比如说 美国的飞机 美国的这个P-8 或者说美国P-3 跟大陆的飞机 靠到那么近 基本上我们大家 这个两边 产生了一个默契 对 就不要让大家 靠那么近 因为靠那么近 万一出事了那后果 插箱走 对 插箱走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呢 但是就说 其实我们刚刚讲 这样一个大的编队通过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的这个空军的飞机 其实偶尔也应该要上去 这个究竟 究竟的这个观察一下 因为毕竟就是说 你看以日本来说 这些照片 你现在看到这些 那个军用机的 这个大陆军机的照片 这些包括什么 轰六改 运八的那个电战机 T5154的电针机 其实都是 那个日本的 这个航空自卫队 在这些飞机 进入日本的 防空识别区的时候 他们上去进行一个 伴随伴飞的时候 他们用这个照相机 拍下来的 那当然这样的这个情况 其实彼此双方是很近 那以目前就两岸之间的 这个默契来讲 我们是不会让彼此的飞机 飞到真的这么近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 就是说 日本因为它其实 我们刚刚讲 虽然防空识别区 本身不具备 国际法的这个位阶 但是日本对于这种 就是只要进入 它的防空识别区 不管是水面的 这个不明国籍的 这个军舰 或是空中 不明国籍的军机 它一律派机 或跟派舰 上去全程跟随 一律跟随 对 全程跟随 所以当然 也因此这样 你可以看到 日本他们现在决定 把那个 原本在纳巴的 这个航空基地 他们要升格为 一个方面队 这样一个升格层方面队的时候 其实就跟日本 现在本土的三个 三个主要的 一个航空群来说 基本上来说 位阶就相同了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的话 其实我们因为 长期来说 我们透过我们岛上 部件非常绵密的防空网 防空雷达侦测网 所以对于周边的 这些风水草动 其实我们是可以 一目了然 一清二楚的 那当然你派飞机上去 有派飞机的好处 你不派飞机 其实有用雷达监控 也有不派飞机的好处 都看着就好了 因为你看 它这个飞机有电针机 有电站机 你的飞机上去 其实相对来说 因为它有这种 电针电站机 所以相对来讲 你上去的飞机 你的一些相关的 电子讯息或电子参数 就有可能被它接收 也是 对 那也就是说 你越上去 然后动作越多 那它呢 其实能够 它能够获得的也越多 但是当然 你如果直接上去 等于说 上去进行半飞 或是一个长距离的 这个跟随 那个监视的话 某种程度来讲 也是我们这边 等于在这里 等于说有点 就是要宣扬 基本上这边是由 我们中华民国空军 所有效控制 也有这样一个意义在 那当然了 对于这个大陆来讲 因为其实 如果说今天 我们的动作 就是我们的拦截动作 或是我们半飞动作 其实真的做的越多 做的越大 的确就很有可能 让对方获得更多的一些 相关的这个战术 这个讯息 这也是事实 像例如说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还有印象 民国80年前后 不是那时候 很多大陆的这个军机 那个大陆的民航机 跟正对不起 大陆的民航机被劫持来台湾 对不对 当时只要那个民航机 一过海峡中线 准备要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全套的这个 马上去连 对马上要那个 起飞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对于大陆的这个 战管单位来讲 他们是最兴奋的 为什么 他们就可以因此判断 你哪个方向有飞机进来 然后台湾方面 哪些地方会派出多少飞机 进行紧急起飞 然后拦截 批次 然后等于说 其实在这个时候 你的所整套的战术作为 是暴露在敌方的 这个一举一动之下 等于暴露在敌方的眼皮底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不便有不便的 不动有不动的好处 动也有动的这个优点 那当然如何权衡 我觉得就看 未来空军高层 要怎么再面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 要去做思考 因为可以想见的 他这个事情 今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也就是后面 他还是会有 因为我刚刚讲的 他既然要经营 这边这一块战场 所以他一定会固定的 派军机要 然后熟悉这边的战场 自我战的自然环境 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这样过来 或这样过来 一定会越来越 一定还会有 所以未来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台湾的军方 也必须要及早 那个思考因应作为 古巴的狂人卡斯楚 事事 他有多狂呢 他曾经演讲 长达七个半小时 而且他遭受到 六百多次的暗杀 还能够顺利活到九十岁 卡斯楚呢 是全世界呢 可以说是在位 最长的政治领袖之一 而且呢 他长期跟美国对抗 他的这个特色 基本上有几个 第一个呢 他从执政开始 历经了九任的美国总统 都没有办法把他搞下来 他这么资深 而且呢 以现在的总统 欧巴马总统来讲 欧巴马1961年出生 那个时候呢 卡斯楚已经在古巴 执政两年了 厉害 所以基本上 他看每一任的美国总统 基本上都等于是小老弟 那么古巴飞弹危机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领袖 苏联领袖 连同他 现在还在世的 只剩下他一个了 因此呢 他在这个 左派的这个革命的地位 在跟这个美国长期的对峙 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历史地位 第二呢 古巴离美国很近 基本上只有大概九十海里 距离他的佛罗里达 就好像只有九十海里 是 一个海峡而已 是 但是呢 这么近的距离 基本上美国拿他 没办法 曾经多次想要暗杀他 没有成功 最早的一次是直接呢 这个动员 在美国的流亡古巴人 组成一支军队 去推翻他 那是在1961年的4月17号 结果呢 这一次军事行动 只有两天就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 当时卡斯楚呢 第一个他掌握了 这个古巴的武装力量 第二个是美国方面呢 相对这个组织的武力 这个缺乏训练 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重 所以呢 卡斯楚当时手上只有五架飞机 其实还有三架呢 是美国制造的螺旋桨教练机 用这么一点武力 就把这个美国支持的 这个反抗武力打败了 之后呢 美国想要暗杀他 曾经呢 有这个传说 所有他曾经想要接触的东西 因为他喜欢抽雪茄 他用的东西 雪茄 雨伞 帽子这些东西 都曾经被用来作为 暗杀他的工具 都没死 都没有成功 所以呢 这个是他的第二个传奇的处 第三呢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美国搞我不定 这个没关系 我搞美国啊 在搞美国啊 所以呢 他煽动拉丁美洲国家 反美 介入了瓜地马拉 玻利维亚 萨尔瓦多 各地的这些 反抗美国的这些左派斗争 而且呢 他的手呢 还伸到非洲去 这个支持的这个安哥拉 罗德西亚 莫山比克 这些地方的共党游击队呢 跟西方 跟南非对干 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 等于说卡车手带领 要倡导所谓的共产主义 他分明就跟美国唱反调的意思 是 他基本上来讲跟美国唱反调 刚才讲他的手 可以说呢 美国在哪里介入 古巴虽然小 他说我们也要在那里 就故意跟你参与讲 是 所以譬如说1979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 那么这个美国呢 就支持这个阿富汗的反抗军 对抗苏联 这个时候呢 古巴说阿富汗跟苏联 老大哥小兄弟 没关系 我古巴来帮你 所以古巴也派军事顾问派人 到阿富汗跟美国支持的游击队对干 这个中东地区呢 这个美国支持以色列跟阿拉伯对干 古巴呢 也支持阿拉伯跟以色列对干 古巴那么小一个小小的国家 人口也不多 他跟美国骑这么猛啊 是 就是美国打不倒我没关系 我还要处处挑战美国 所以呢 这个是卡斯楚 这个在他的一生 90岁的生涯里面 最被人家这个记得 甚至是纪念的地方 因为呢 在中南美洲 长期来 美国享有很大的政经优势 这个对当地的这些富豪阶级 对当地的执政者是很支持的 所以当地的 这些贫穷的这些人士 很多对美国是很不满的 再对他们来讲 卡斯楚呢 是一个象征 更何况呢 对这知名的革命领袖 切格瓦拉 当时卡斯楚跟切格瓦拉 一起推翻了古巴原有的政权 两个人听说是好伙伴嘛 是 可是为什么传出切格瓦拉 是被他 被卡斯楚暗杀死的 因为呢 据说啦 这个基本上 证实的成分比较大 就是在古巴革命成功之后 切格瓦拉呢 就跟这个卡斯楚意见有冲突 他们两个是让古巴成立的keyman 是 两个一起携手来创造古巴独立 是 但是切格瓦拉后来说 你光把古巴个地方革命成功不够 整个拉丁美洲我们都要革命 所以呢 后来切格瓦拉就跑到这个 玻利维亚 去继续在这个地方革命 他跑了 到玻利维亚 对 跑到玻利维亚去革命 卡斯楚就在古巴 卡斯楚就继续在古巴 这个 就觉得说 他就觉得卡斯楚这个人呢 怎么你这个 这个怎么古巴一个地方成功了 你就满足了呢 这个不行了 革命盟友的说法不一样了 所以呢 这个切格瓦拉就到玻利维亚去革命 结果在玻利亚革命的时候呢 据说是被他手下的人出卖 就被玻利亚威亚政府逮捕了 逮捕之后呢 就被枪决 不过呢 也有传说 他的这个行踪的暴露 可能跟卡斯楚脱不了关系 这当然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呢 这个比较可以证实就是说 卡斯楚没有给他支援 古巴没有给他支援 他跑到别的国家去革命 古巴基本上没有特别支援他 所以也有人说呢 卡斯楚有点借刀杀人的味道 巩固他自己 拉丁美洲的革命领袖地位 这一点 不管是不是真的 在切瓦拉死后 卡斯楚坐稳了 这个革命领袖地位 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到后期 我们也发现了 卡斯楚几乎没有出来吧 听说这几年 他其实身体都有问题 是 他2006年之后 健康状况就开始下降了 2011年呢 他就宣布了 这个从此之后 他不再寻求继续担任 古巴的最高领导人 主要是交给他的弟弟 来这个处理 那么在古巴呢 老一辈的人 对他还是有相当的情感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呢 基本上来讲 没感觉 这个当年的革命 比较没有感觉 而且对他长期 这个独裁 掌握政权 不能不说 没有反感 所以未来的古巴的情况 还是可以观察的 在台湾其实很幸福 你知道我们要吃猪肉 很容易吃得到 在中国大陆吃猪肉 不容易 贵得要命 我们来看说 这是爱马仕级的猪肉 一头猪哦 要卖台币70万 真的假的 我们咬得下去吗 哎呀 我跟你讲 你只要有钱的话 你什么都能克啊 什么的猪哦 什么样的猪 比那个唐山藏的肉还贵 我告诉你 绝对不是猪刚烈的那个肉 是什么肉呢 是这个 曾经是中国大陆首富 然后呢 现在是 也是网易的 这个公司的创办人 丁磊 他有个叫丁氏猪 丁氏猪 丁氏猪 他养了一个猪 他从2009年的时候 对外宣布 说我跟你讲 我现在一些 在网络上面的东西 我都摸完了 我要开始投入 养猪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列 所以他2009年 就选定了这个浙江 那个这个地方 他就要开始盖了一个 这个养猪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厂 可是呢 问题就在这里 他2009年宣布说 他开始玩的时候呢 当时大家看说 那你什么时候 开始要盖厂房呢 我们想看一下 绕了2012年的时候 还发觉那个厂 厂房只盖了一半 那拖了那么久 厂房才盖一半 才盖了一半 真的假的 可是呢 重点怪就怪在哪边 在这个厂房盖了一半的时候 照理讲 我要有人看到有人 你在养猪嘛 这里面看到猪 到底长什么样子 让我们看看 谁在养 怎么养 是 结果呢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员工曝挂 什么叫员工曝挂呢 就是有一个员工 他有一个图 就是说 我跟你讲 这个丁氏猪 我们丁先生养的这个猪 用白开水煮猪肉 就好吃啊 这样 那当时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图文就出来了 那时候大家想 真的还假的 我们有没有吃过 你光用看的 就看得出来就好吃吗 就是原味很好吃的意思 就是说很好吃 之后没多久呢 他就开始在 他本身有一个子集团 这子集团有没有 他的员工就发了一个 所谓的五公斤的 这个叫猪肉券 这是网易猪肉券 这个发出去了之后呢 当然有一些员工就说 你看我们拿到老板 你知道没有 只有 只准我们做内测 他内部测试了 吃到这样子的一个猪肉券 然后买这样的一个猪肉 拿回去吃都 每个真的好吃 那也不知道 真的还假 那时候不要给其他民众 来测试呢 这个就是他 这丁脸厉害的地方 这叫饥饿行销 这是饥饿行销 一种模式 后来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有没有 慢慢慢慢的 开始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 我们丁氏猪的那个 的模样是什么 什么样的东西 有画面出来了 画面出来了 有猪疗出来了 然后呢 整个那个状态 口感上面也开始出来了 最后开始大家问他说 那请问一下丁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一下 告诉大众一下 这个猪到底厉害在哪里 你知道他讲的那几个 原则听完之后 我想很多人会 所以羡慕 他说我的猪会 蹲马桶 睡公寓 不打针 不吃药 猪会蹲马桶没看过 我也不晓得 我也没看过 那个猪在蹲马桶 大概可能就是那个什么 每一个自己 有自己的一个隔间吧 然后呢 可能住那个什么 他标房 环境很干净 还有一个那个 所谓的马桶 他自己会懂得 要去上厕所 然后他也不用打针 也不用吃药 他还特别强调一件事 就是大陆所涵盖 包括台湾也在怕的食安问题 他说我会让你保 我可以保证的 让我们的猪 让你吃下肚之后 有没有 有如婴儿在母体中的 这样子 有得到的安全感 好会吹牛皮 对啊 也蛮会吹的 但是不论如何呢 大家尽管在质疑 他就讲说 没关系 我们现在开始要拍卖了 他拍卖什么东西呢 他用议员来起标 他起标就说 我现在目前就有 有分成就是枕头猪来卖 这是一个 那自己刚刚讲说 凭什么 问题就来 凭什么 他低头猪卖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他卖多少钱吗 十万九千五百零一块人民币 多少钱啊 七十几万台币 好不好 那时候也不到七十几万 后来之后呢 他再卖了第二头 隔天再卖了第二头的时候 就卖了十六万人民币 讲我们将近七十了 是不是 那就很夸张嘛 那大家问题就来了 这么贵的一头猪 到底他厉害在哪里呢 我跟你讲 有人吃了 有人吃完之后 这个网友说 我们吃完之后 是不错啦 比一般的 那个外面市场上 买的那个猪肉 是好吃的一些 不过就游了一点 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个猪肉那个样子 你有没有看到 肥油还多了些吗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白的那个部分 我想喜欢吃空楼饭 空楼饭的人 但应该很爱啦 那块白色的部分 我个人是蛮怕那一部分的这样 然后你看那个油花 的确感觉起来 还蛮漂亮的 我们不能够去 去怀疑人家这个东西 只是我 我对于他这个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丁士猪的整个养殖过程 因为他讲说 以后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任务 要干什么呢 他透过他自己本身一些行销网 他打算要直播猪是怎么样子养出来的 他要直播养猪 那好不好看 他会不会像楚门的世界 我是认为猪因为不会演戏 理论上是不太可能会出现像 楚门的世界这样这样的情况 让你看到猪的整个那个情欲 爱情啊 或者是那个仇恨的这种东西 但是呢 至少他告诉大家一件事 就是说买我丁磊的猪 基本上大家吃完的话 是绝对的安心安全的 不过讲到养猪 如果猪他可以多运动 那个肥肉应该比较少一点 这个运动多了 他说每天要逼猪去跳水 这样跳水的话 可以训练他的肉质比较扎实 这样的猪听说 比一般市面上卖的猪贵三倍 对 我跟你讲 这个在湖南发生了 我跟你讲 如果是猪八件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连他都想跳水了 为什么呢 这个叫黄德民 这个湖南省 那个宁湘县的 这样的一个村民 他为了让他的猪 能够感觉起来就是 那个更扎实 他每天就把这个猪 我们就会看一下 像这样一样一样 然后在后面一直在吹赶吹赶 然后就看前面一个卡住了 卡住有用吗 就推的 但你从后面 挤下去的时候 你就发觉 这个时候 你再怎么样的 那个什么兄弟姐妹的 这个情谊 都没有用的 然后猪就被后面 那一顶就下去了 下去之后呢 那个猪就要想办法自己逃生 他每天都要干这种事情 逼猪去跳水自杀 那他的理论是什么 他说猪经过这个过程 他一定会提高他的免疫力 然后而且经过水 因为在水里面的时候 猪的那个四肢 他游泳的时候 他可以趋缓 比较不容易生病 而且那个关节这个部分上面来讲的话 他要滑动 他要自己想办法能够上来 但他没想到一个问题 那猪肉淹死了怎么办 赶快救他 救个头 他再不救了 我告诉你 他就当你就挂了 这样 猪似乎是会有 会 但是我以前在千岛湖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猪被淹死 淹死了 然后四脚朝天 有没有 就跟气球一样 然后在千岛湖 都没有涨啊 涨啊 没有浮来浮去 所以黄正明 他的理论现在目前是这样 但是呢 你说他在市场上面 有没有受到考验 有受到考验 但是成不成功 成功的 很多人买这个账 因为相信他这一套说法 因为猪只要经过跳水 游泳 有运动过 我告诉你 猪肉必定好吃 而且能提高这个猪的免疫力 相对的话 人吃下去的免疫力也会提高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 在台湾来讲 我们一定会被人家检验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有没有 还有 有没有看过 你看过猪跳水 有没有看过猪会画画的吗 我告诉你 就有一个 在南非的那个皮卡索猪 他用什么来画 他当然用这个彩笔来画 这只小猪的一个遭遇 这有如电话 电影里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幻境一样 这只小猪呢 本来的时候 当时他是在一个 很肮脏的农场里面 然后在里面生活的 后来是因为有一天 有一个这个 发现到他的这个主人 突然间经过这个农场一看 这只小猪好可能 可是看起来 那个整个环境非常肮脏 他就跟那个主人讲说 你卖给我好了 所以呢 他就之后就卖给他 卖给他之后呢 他就 这只猪呢 小猪就跟着这个主人 就开始生活 生活之后没多久 他就想说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风景不错嘛 又有海边 那这样好了 也蛮无聊的 你要不要 干脆来画一画算 所以他就拿个画笔给他 没想到我没有 这只猪有没有 拿到这个笔之后 开始 就那个画性大作 就开始噼里啪啪的 开始猛画 连旁边的牛都会看不下去 你能不能发现 那牛还蛮无辜的 他如果会画画 可能他就不会 就可能 他会拿画笔就很厉害了 保住一命 但现在猪越画越夸张 而且画出 已经画出有知名度来了 所以现在目前 大家有没有 都想要拿到这个 比卡手猪的这个画 这个画有没有 听说有没有 还蛮贵的 那除了这个 所谓的猪之外的话 如果今天猪跟狗 搞不清楚 到底是猪还是狗的话 这个问题就很大 猪跟狗分不清楚 如果说你今天有没有 如果有一堆狗 我们现在看上面有没有 一二三只四只狗 这一只是猪 你觉得那是猪还是狗 看起来很像狗 对 如果他跟一群狗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猪还是狗 猪 对吧 不对吧 如果他 跟一群狗在一起的话 我跟你他会想办法 有没有 像跟狗一样 在做一些那种 一些这种 争竹东西 追逐 行为模式也是 行为模式就越模一样 连声音都很像叫起来 都好像有那个狗的那种感觉 这样 美国总统和川普当选 不过没有想到这个第三小党 很小的党 绿党 竟然要求说 必须在三个州当中重新验票 我们要问绿党 会是希拉蕊正义的打手吗 还是真的 希拉蕊这边是输不起 稍微回来 大选后一直没安静下来的美国政坛 因为绿党抛出验票弹 再度炒翻天 绿党强调验票 是为了确立国家选举制度的公正连结 希拉蕊正义随后表态支持加入 气到川普猛发推文炮轰 川普先是酸 票数少到根本不能算是个咖的绿党 竟然不接受选举结果带头乱 接着讽刺希拉蕊正义 根本是输不起 既可笑又可悲 幕僚更暗示 川普已经很手下留情了 希拉蕊正义表示 目前尚未发现选举舞弊违规 所以不主动要求验票 现在搭绿党验票顺风车 合情合理又合法 一听到对方又拿普选票做文章 川普火就上来 推文反呛 自己不但压倒性的赢得选举人票 普选票根本也没有输 只要踢掉数百万非法选民 就知道他才是完全赢家 除了威斯康星州 绿党也考虑在另外两个关键摇摆州 密西根和兵州申请验票 届时希拉蕊阵营也会跟进 川普强调重新计票 只是浪费时间奉劝对方 尽早放下执念向前走 倒是川普幕僚已经放话 如果电邮门发现新市政 不排除对希拉蕊重启调查 你有发现川普的魂回来了 川普听到这个绿党说来进行验票 他先说绿党什么咖 还说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不过我们想问 有没有可能因此有机会翻转 我认为翻转的可能性非常低 为什么非常低呢 因为现在来讲他们在意的是有三个州 那川普赢的不多 因此如果这三个州验票发现说 这个其实是川普的票太多了 这个希拉蕊的票被算少了 那这三州会有机会翻盘 就所谓这三个摇摆州 如果这三个州都进行验票 都翻盘 川普是不是就输了 是 要这三个州都进行验票 然后都翻盘 对 然后这个川普才可能会输 所以你才说机会很小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来讲 这个这三个州 卫斯康英州 川普赢两万七千票 宾州赢七万票 这个比较小一点的差距 是密西根州 川普大概赢一万多票 一万多一点点 那么你现在在这个宾州的七万票 你要全部证明是错的 这七万票不是川普赢的 川普没有赢那么多 反而还倒输回去 我想七万票的误差错误 我想这个可能性很低 那么还要在卫斯康英 还要两万七千票 全部都是算错 这个让希拉蕊才有机会 赢卫斯康英 然后还有这个密西根州一万 也要全部错 这个才可能赢 不过很吊诡 要验票 为什么不要希拉蕊自己自己讲 反正绿党还出来帮他讲话 是不是他是打手 绿党基本上根据美国联邦总统 选举法的规定 他的候选人在全美大多数州 也有登记为选票上候选人的资格 当然绝对没有当选的希望 不过在选票上 他也是合法候选人 因此他要求验票在法律上是 与法有据的 但是基本上来讲 这个美国人对验票这件事情是非常排斥的 历届选举不管是地方选举 还是这个总统选举 很少很少听到有验票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选过了 除非你明显证实有舞弊 明显证明计票错误 不然的话无罪推定 你这个再严重的罪行都是无罪推定 你现在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机票错误 为什么要验票 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人权问题 所以而且这样子的话 你验票的话 是不是干脆这个州要重新进行选举 那如果这个州可以重新进行选举 那是不是其他州也要进行重新选举 因此这有宪政的争议 因此很少有发生验票的情况 会不会很风刺 当时川普有特别提到说 他也许不会承认整个选举的结果 现在变成是希拉伟这边 不承认整个选举的结果了 这个川普当然他的这个讲话 很多人在批评 实际上也有人说 川普那时候讲话 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计票结果 这个川普大概输 就普选票比希拉伟少两百五十万 但是光在加州一个地方 希拉伟就赢了川普三百二十二万 这么厉害 换句话说扣掉加州 全美的普选票 川普还是赢 也因此现在 好川普当然也振振有词 这个其实我还是全美的总统 因为美国不是只有加州一周 这个全美四十八周 还是这个总的票出来 我还是获胜 川普也有幕僚 说你还是强调这一点 如果F16可能能够升级到F16V的话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很大的期望 有了F16V 我们台湾因此可以赚很多的外汇 不过现在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F16说 有一些技术的问题 还有一些金钱的问题 要延后 这样对于我们拼经济似乎有点影响 这个边要很现实的跟各位观众讲 你今天坐飞机 如果说你今天研发一款飞机 你最后这个预算不超支 不追加 那是天方夜谈 你说会一直不断的超支追加 对 其实你从现在整个军机的发展历程来看的话 你真的你一架飞机 如果说今天好 我今天要研发一款战机 然后我当初提出的预算是多少 到最后 这个预算不破表的 根本不可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我们这个F16V这个飞机 它当时怎么来的 就是它其实最早是2012年 当时那个美国洛克系的马丁公司 跟诺斯洛普格伍曼公司 他们在新加坡航空展提出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准备把F16战机 装上新的ISR雷达 也就是电子主动的扫描式雷达 在过去装有这样的雷达 其实只有那个阿联空军 他们的F16EF 也就是F16Block 60 他们才有这样一个水准 那他们的当时的计划 因为随着航空电子的技术进步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研发一款新的 能够装在F16之前的 那个ABCD上面的这个战机 也用这个ISR雷达 能够提升F16战机的 这个空战这个性能 因为其实当时 一宣布以后 那当然美国马上也就宣布 给了当时包括台湾 新加坡 还有包括像那个韩国等等 就是ISR雷达的输出许可 因为你看到现在这个APG 那个823这个雷达 它跟过去的这个传统的雷达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 过去传统的雷达 它是一片 这边有一片这个雷达天线 然后它这个天线在里面 可以动的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雷达它本身的这个 它在里面 它可以用一个 比较固定的一个方向 但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主动的电子扫描式 所以它的这个侦测距离 比过去的 我们传统的那个F16 APG66或68这个雷达 搜索距离都要更长 所以当时美国一同意出售 而且当时美国空军 自己也有数量相当庞大的 F16这个机队要进行更新 要进行性能提升 所以当时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就同意 就是说希望能够加入 美国空军的这个 那个F16战机的性能提升计划 所以因为美国空军的 那个性能提升计划 对于我们来讲 美国空军它比较出钱做 那我们也出一部分的钱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 基本上来讲等于说 你这个市场很大 所以相对来说 可以降低F16战机的 这个性能提升的费用 我们国家所要负担的费用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 当我们决定是要 加入美方这个计划之后 没有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事 美国空军撤腿不完了 美国空军为什么不完呢 因为美国空军 他们要把所有的 现有的资源 全部集中在 F35战机的计划上面 也就是说因为F35战机 吃钱吃太多了 让美国空军 其实没有多余的钱 能够分住在其他的计划上 所以之前好多飞机要除异 包括像A10等等 后来不是还被打 国会打回票吗等等 当然所以就变成说 美国空军撤腿以后 这个F16B的计划 就变成我们中华民国空军 要负担他所有的研发经费 那还要继续玩吗 但是你不玩 你没有办法面对未来的威胁 你可以看到 现在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的攻击军 他拥有苏30 甚至于马上有苏35 还有歼20这些战机等等 都那么多钱我们玩得下去吗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现在要 美军他 就是给洛克希特马林公司 研发这个F16V 他们现在的面临到的状况 就是NAPG83这个飞机 要装到F16V上面 然后要做一个系统整合 这个整个系统整合的过程中 要发生了这种价钱要增加 所以大概我们最后要增加 大概100亿左右台币的 你还要花这个钱吗 我觉得要花 因为毕竟你现在讲白点 已经洗头洗半了 头洗一半 对不对 跟我们是100亿再丢下去 那个头到底洗不洗得干净 还不知道 我们只能说 我们希望他能够洗得干净 那当然这个问题 他其实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 由于当初我们台湾是最早宣布 就是要加入美国这个F16战机 性能升级计划的 所以目前来看 这个钱也是由我们中华民国的预算 所来全力支持的 所以这最后唯一一个状况就是说 如果今天除美国以外 有任何国家选定我们现在F16V这个构型 例如像新加坡还在我们后面 韩国是原先跳到另外一个 由英国的BAE被移公司所提出的升级计划 但后来有诸多的问题 最后那个计划结束了 等于说韩国没有办法就变过来 又要投入到我们这个计划里面 所以就变成未来新加坡还有韩国 他们买了这个F16V的话 他们必须要付给我们全力金 也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系统整合的钱 是我们出的 所以他们采用相同的系统 他们也必须要付比例的研发费给台湾 这是我们当初可能说 最后可以收回来的这个钱 那当然你说今天整个F16 它其实从研发之初 到它的主要形式有F16A、B、CD 其实按照它block来分的 那也有EF 其实在整个F16研发之前 它还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 后来没有成军的 不同的款对不对 对 各种特别款式 例如有一款非常特别的F16战机 叫F16XL 我们大家现在习惯看到的F16战机 可能就是一个翅膀 然后一个水平尾翼 但当时F16的XL 你可以看到它跟F16战机 一起做编队飞行 你会发现它整个翅膀 就是主翼跟水平尾翼 它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大的类似双三角形 这样的一个主翼 这样的飞机做出来之后 有什么样的好处 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到 这个F16XL 你看它一起飞 它这个飞机从另外侧边看 好像跟传统F16战机是一模一样 但是它这个飞机 它当时 XL原型机试飞 它只有挂一些飞弹 但是后来它整个做测评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飞机底下 由于它的变成一个大型的 翅膀变大了 所以它底下可以有相当多的挂载点 可以挂非常多的炸弹 就在当时来说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炸弹卡车 他们的希望就是说 当时美国空军的计划 是希望能够发展出一款 就是专业的打击战机 所以F16XL 它其实当初希望能够抓 打击战机的订单 但最后美国空军还是决定 用F15来担任这个打击战机 为什么没有成局 就是美国空军觉得 F15它能够载得更多 飞得更久 当然除了这个F16XL之外 其另外还有一款 很特别的是什么 叫F1679 这个F1679它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知道F16它当时来说 配备当时世界上算 相当先进的F100 它是一个涡轮扇的发动机 但是它当时也把我们中华民国 锁定为一个外销的目标 但是因为美国的国务院 当时因为要遵守 台湾关系法 就是你要卖给台湾这个武器 不能超过台湾现有的武器的 规格跟能力 所以它另外 当时的通用动力 为了要能够做成台湾这笔身影 它另外又单独 做了一架飞机 叫什么 叫F1679 这个79是什么 就是J79发动机 是我们当时F104战机 所使用的这个发动机 所以它希望等于说 借由一个这样一个 降规格的这个F16战机 希望能够得到 美国国务院同意 出售给台湾 但结果最后呢 这个F16这个J79 并没有成功的出售 当然另外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27个挂载点 那个等于说整个飞机 可以在那个机翼底下 挂了秘密麻麻 这个炸弹的F16 XL 它两个就成为 整个F16发展史上 两个没有成功的一个子计划 另外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最近埃及的这个观光没有很好 不过埃及当局就说 他们挖到了一个 七千年前的一个古神庙 神殿 还说这个神殿 应该算是埃及来讲 第一个王朝 所留下的神殿 先问用这样的方式 能够刺激一下埃及的观光 是的 这个是最近 在埃及文物局的考古部的脸书 上面公布的讯息 告诉各位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罕见 在脸书上面公布了 他们的考古新发现 而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 其实埃及的考古挖掘 其实一直都没有中断过 而他们的 大概在这几年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挖掘点 在阿比多斯这个地方 阿比多斯我们中文发现成阿拜杜斯 而在这一次的文物局的考古部 他们就发表了 在阿拜杜斯这个地方 挖掘的成果 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照片 就是他们公布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说这么特殊呢 因为可能一般人看到这个图片以后 觉得说这什么了不起的 看起来就是像是沙漠这一个地点一样 然后这里还有木乃伊对不对 不是这个是尸骨 这已经不是木乃伊的 这里烂光了 那另外的话 看起来像黑黑的东西 像是房屋的建筑的这个一部分 可能在很多人看起来的话 觉得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告诉各位 为什么说呢 这个文物局没这么兴奋的 要宣布这个消息 因为很简单 因为第一个 它的年代经过探子式测定以后 这个时代 距离现在大概已经七千年了 也就是说 西元前五千年的事情 那如果是以七千年来看的话 它相对等于 整个埃及古文明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 它属于第一王朝 第一王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就是埃及 古埃及文明起源的时代 可以了解人从哪里来的 简单来讲 我们透过它的研究 就可以知道说 古埃及文明是怎么起源的 怎么发展的 那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因为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坟墓一样 可是告诉各位 就以这个墓来讲好了 因为这一次 在阿比特斯这个地方 总共挖到15座大墓 就是像这样的墓 总共15座 那另外的话 还挖到整组的这个房屋的遗址 就是有房子 还有这个街道 各样的设施之类的 那我们就以这个 这个坟墓来看的话 可能很多人认为说 这玩意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我告诉各位 它其实就很厉害了 因为其实 这种坟墓 就是未来的金字塔的前身 或者我们应该这么讲 是说埃及的金字塔 我们看到那种 大的那种金字塔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 石头金字塔 最早的时代 是第三王朝 而这个是第一王朝 简单来讲 还早了两个王朝 而且重点是 它的这个建筑的方式 以及它的这个构造 其实跟未来金字塔 是一样的东西 那为什么说看起来 跟未来金字塔不太一样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早期的时代里面 他们是用泥砖来盖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部分 是用泥砖 这是用泥砖 后来金字塔变石块了 后来就改成用石材 石块来盖 所以这个是在早期的时代 所以说这一次 在阿比特斯的发现 他们认为说可以促进观光 那工法呢 工法上面呢 工法上面的话 原则上是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只是那个建筑材料 本身的改变而已 所以其实早期的泥砖墓 后来就改变成 未来的那种叫石头墓 都是层层叠下去 对 层层叠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 所谓的这个年代上面的 文明上的演进而已 而这次埃及发表的东西的话 是属于第一王朝的东西 刚刚各位讲的 因为距离现在大概七千年左右 而我们在基斯塔那边 看到的石头金字塔 距离现在大概 大概是五千年左右 所以它这个东西 比它整整找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 所以埃及那边非常非常兴奋 另外这是比埃及的七千年 更早一千年大概八千年 你说约旦这个地方 发现了八千年前的碑文 八千年前算一算 应该算是现在历史当中 可以考察出来 人类的起源时间 没有错 其实虽然人类的历史 非常非常古老 我们可以上退到几十万年前 不过各位不要理 那个几十万年前的事情 因为那个是跟猴子 一样的阶段 要有记载 那个跟猿猴一样的阶段 所以人类的文明 什么时候起源的 告诉各位 全世界的各大古民都一样 大概起源自八千年前 这个事情还挺有趣的 好像有点像是 全世界各地的人 大家约好一下 说来八千年到了 我们一起来 这个净化成无名阶段吧 这个背误的什么意思 这一次在约旦这个地方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这个叫做岩化 这东西一般称为岩化 那发现地点 在约旦的沙漠里面 不过各位不要看 以为这是一般的沙漠 其实它的附近 就是大名鼎鼎的佩特拉古城 佩特拉古民的这个附近 而这一次的发现 是在沙漠里面 看到一大堆的 这一个黑色的这个石块 那一般来讲的话 在一般的报告里 称这个东西叫做 黑色玄武岩的这个石块 事实上这个不是黑色玄武岩 这是什么知道吗 这是红沙岩 那在当地 一大堆的红沙岩 上面看到了 有一些刻画的文字跟图案 它的数量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总数量这个图案 加起来有两万多个 所以其实整片沙漠 这个区块里面 全部都做东西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告诉各位 它看起来的话 黑色的底上面有红色的这个图案 那实际上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呢 它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因为石头本身是红沙岩 红沙岩呢 它的里面的那个石头里面 还有铁质 而铁质呢 经过这个风车 是在雨淋以后的话 它会氧化成为黑色的 所以可能呢 在两千年级的人 他们利用了 这种所谓的红沙岩 本身表面 氧化成黑色的这个特质 那他们在表面 这个刻画过以后 把上面的黑色的氧化物 给去掉以后 露出了下面的 这个红色的部分出来 所以就形成了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银化这个东西 那这个画有什么样 特别历史的意义吗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我们现在 还没办法百分之百搞清楚说 上面的图形代表什么意义 或者我们只能看图 说过去说 这边有骆驼 这边有马之类的 可是问题是 这一些符号本身 一定代表一种 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一般古人不会这么笨 这个沙漠里面 没事磕这个东西 那虽然说 这个意义本身 还搞不到清楚 但是重点是 它的年代够早 因为它距离现在 整整有两千年的时间 而且如果以 约旦这个地上来看的话 约旦当地这一个 已经发现了 这些石块的这个地点 事实上附近 曾经在之前 还发现过另外一个东西 那在这个石块的附近 曾经找到一个 圆形的一个遗址 而这个遗址 里面有一些 这一个有机物质 经过检查过以后 发现它距离现在 大概是八千年 所以八千年前的人 就把这个地方 搞那个遗址本身 然后之后的话 在这个石头上面 两千年前的人 在上面做这个刻画 所以可见的 这个在附近活动的文明 一定活动的前后加起来 将近有六千年 到六千年以上的时间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虽然不明白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明 或是有什么样的功能性 可是如果说能够证实的话 它可能这个东西 可以列明在古代无名的 一个种类里面 所以现在约旦还是能研究 可是问题是情况下 也不明而已 北极熊要抚摸这个雪橇犬 把它摸着摸着 问题是 改为像北极熊 是不是准备要吃它 我们看这个画面很特别 北极熊要抚摸这个雪橇犬 把它摸着摸着 问题是 改为像北极熊 是不是准备要吃它 不过这个画面看起来真疗愈 的确是非常疗愈 在那个加拿大麦尼托巴 这个地方 前段时间大家看到一个画面 这画面就是 那个北极熊 然后熊豹 叫哈士奇 熊豹哈士奇 有没有发觉这个 拍拍哈士奇的那个头 狗狗的头 有没有 觉得好温馨 好卡哇 我告诉你 这个背后有事实真相的 真相就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熊吃饱了 他现在对于这个食物 他吃不下了 他有兴趣 所以他只是在玩食物而已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当然很多人想说你乱讲 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后来这个主人 就坦诚 他说其实我们有一只 那个哈士奇 是的确被三只 因为我们前面讲说 前面一只先来 后来又带来另外两只 有一只的那个哈士奇 曾经被吃掉 已经被吃过一次了 被吃掉了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他说因为那一只 我们忘了喂他 意思就是说 北极熊 跟许小雪 能够那么好的原因是因为 他把北极熊喂饱了 他就不会咬他了 对 各位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北极熊他是野性的 即使他今天 我们今天把他 俊养在这个动物园里面 他还是仍然会有一些 所谓的野性出来 他实际上很惊人的 对 那现在这个当局 就看完之后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马上就火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当地有个规定的 就是说人类 是不可以有去饲养 或者是去喂食北极熊 你要保持他一个 自然的一个天性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野外 在狩猎的 如今你还用东西去喂他 然后其实目的在做什么 在博得一个 那个有很多游客会来看 哎呀我给人家看到 那个北极熊 摸哈斯奇的头 好可爱啊这样子 或者是说有没有 来做一些其他生意 其实这个主人 这个目的就在做这个 更何况的话 他是一个叫做犬之避养所 他把那个狗狗放到外面 放到外面 让北极熊这样接近他们之后 然后呢 如果他没吃饱 就会把他给吃掉 如今有没有 加拿大当局 他们一个做法很简单 就是我跟你讲 这三个已经违规了 虽然他们是无辜的 所以他们叫他 就用一种那种 所谓的捕 捕熊的一种铁龙 就把诱使到里面去之后 把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去野放 让他们不要再回来了 像这样的情况 其实有没有 各位在想说 可能大家会认为 觉得很失望 为什么 他违反了我们的一个预期 其实有没有 大自然里面是真的 非常的残酷 很现实 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的 那真的是 那只熊有病 有病 有病 对 是 有病 有病